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 五海南妖家 我記得我過去在香港演出的時候呢 我曾經有跟香港的朋友們說 This is your concert 重新在啟動IDOL 然後亞洲開始的第一站 又回到了香港 我覺得這非常的巧合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期待 我沒有發新的廣東歌 可是其實我過去 有一些這個歌 它原本的demo是廣東話的 但是大家從來沒有聽過 然後它也從來沒有發表過 所以你問說 Grace問說會不會有新的廣東歌 有機會只有三場 所以這個三場呢 要很珍惜 每一個晚上只有三個小時 所以原本要表演的東西呢 其實這個時間就已經不多了 其實我們今天早上 其實剛和導演開完會 我們還為了要希望 能讓這個演唱會不要過長 還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 你剛剛的問題是 會不會有嘉賓嗎 是有機會的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IDOL它其實並沒有結束 大家都沒有想到 這個地球村會突然停止下來 所以呢 當然我們也不例外啦 我們原本正在tour的這個狀態 就停下來 那停下來這兩年 將近三年的時間 其實我自己有很多的 新的一些經歷 重新的用這個IDOL 這個演唱會 去表達這兩三年 我累積跟學習的 IDOL這個演唱會 它就是我 有點像是我事業上的一個 里程碑 因為過去在2018年年底的時候 做這個演唱會 當時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 在做這個演唱會的時候 我沒有邀請任何的朋友來看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 這些創意它放在一起 它究竟會不會成功 IDOL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它很特別的地方也在於 這場演唱會沒有螢光棒 沒有燈牌 沒有那些LED sign 它是一個很黑很黑的 所以它是很黑 然後看起來 希望是整體是很震撼的 其實那個感覺 有點像是Black Holes 所以 Only Love Can Overflow Black Holes 就是這場演出 最終想要帶給大家的一個訊息 其實過去的三年 我有經歷一些挑戰 我的家庭 然後還有我自己 其中有一個挑戰就是 我有一段時間 是我一個生病的時間 但那個生病 我講快速一點 但那段生病的時間裡面 其實 我和我的醫生都很努力 但是那個生病 它主要是由壓力引起的 然後最終 那個Good Star 就是因為我的醫生 想到了 也許我們可以 Be thankful Be thankful 在每一天裡面 寫感恩日記 度過 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後面開始 真的有一些變化 那當然我現在已經好起來了 是我Be thankful 這是我其中一個 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在這個演唱會裡面 當然現在還不太確定 我的太太和孩子會不會去 可是這次演出對我來說 也是有一個 也是一個 我很期待的事情 希望可以發生 就是我希望 我的爸爸媽媽 都可以來 我不是一個完美的爸爸 比如說你想到Hero 你可能會想到爸爸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 當爸爸媽媽 我想應該都 都是第一次 對不對 當爸爸媽媽的人 也是第一次當爸爸媽媽 但是事實上就是 其實沒有一個人 是完美的爸爸媽媽 但是我們很 仍然 Try to be the hero Try to love 是舉一個例子 我現在要工作 工作的時間已經幾乎 佔掉我 吃飯的時間 可是現在我的太太 她有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她需要有人幫她 那這個時候 我可能就會 犧牲掉我現在很想吃飯的這個感覺 先去幫她 我相信這個最終還是會 有很好的這個互動 結果對家庭 我相信是非常有幫助 其實我以前 那個時候我錄 話語講話的時候 那時候呢 Eric Kwok Eric Kwok老師 他買了一個 好像是巴基斯坦的牛肉 好像是巴基斯坦的一個牛肉 我記得很好吃 又甜又鹹 很下飯 但是我忘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間 但是那個味道很好 常常都會想到 好像是一種牛腩 很好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